嗨 各位朋友 我現在人在這個 前運中山站這邊 那我才剛停下來不到一分鐘 馬上接到一單 那我昨天禮拜一是沒有跑 因為昨天禮拜一我就跑去辦那個良民證 因為我那個文件快過期了 辦一辦 然後晚上就乾脆休息 所以我就好 從今天開始跑 一樣我只跑晚上跟宵夜 其實是晚上而已 沒有宵夜 沒錯這個是我的新燙子 二三四 三天要跑四十五燙 總共四十五燙 希望我一樣這三天我是跑得到 今天的話 今天我是開手動接單 因為我很擔心 我又被往三重帶 所以我就先開手動接單 接個兩單或是三單看看 確定沒有問題 我再開自動 那我現在去取餐 各位朋友現在是五點三十一分 那我剛剛就是接了三單 然後最後一單送到這裡 這裡 那我現在人在羅斯福路一段上面 那就是往前走就會回到老地方 所以我現在就是要回到老地方 回到老地方去接單一下 那目前 這也是離公館比較近 不過我是覺得 現在這個時間跑公館 我覺得不太接得到單 所以我決定要回老地方去等等看 這個超難吃的 這個是在我路過一個市集 在賣這個金牛角麵包 然後就買了 哇這個麵包 那個牛油還是奶油 人上奶油加太多 吃進去那個奶油 奶油都黏在這個舌頭上 化不開 然後完全吃不到這個麵 這個麵粉 這個碰紅的這個 金牛角 我現在人在南京西路上面 非常靠近萬華這邊的南京西路 現在是六點十四分 目前呢 我已經跑了六趟 今天這個 狀況 稍微有點弱 稍微有點弱 因為我這目標是十五趟 結果目前只有六趟 我現在呢 目前是手動接單的狀態 手動接單 因為我現在人這個 離中心橋 然後到這個是哪裡啊 什麼什麼 正義南那邊太近了 所以我實在不敢開自動接單 我怕我要接過橋了 所以我現在決定就是先騎回老地方 我先騎回老地方再說 然後再說一次 對 你還是不敢開 rival 你才可以開來 你還是不會開來 好的,各位朋友,我現在人在忠孝東路三段 這個200多號這邊 那我剛剛就是送最後一單到這裡面的巷子 現在是8點14分 今天呢 我的業績已經達到 就是我的低標 低標15趟是已經達到了 現在是8點14分 所以我現在在思考 要不要繼續跑 還是就乾脆下線回家 其實還有點時間可以猶豫沒有關係 因為通常我送完最後一單 只要在這附近逗留一下下 附近有單的話應該系統都會丟給我 所以我現在就是稍微逗留一下 逗留一下,晃一下 原則上來說其實我 待會在這邊等個5分鐘 要是沒有單的話 我就會往老地方的方向去前進 那一樣就是採取佛系跑法 反正就是不下線 那有單就接 那今天呢就是 在這個接單的過程當中 我有幾趟就是 開手動接單 所以我有碰到這個一兩單 送過橋的 那我就直接就是把它鋸掉 那就是把這個系統養一下 就說我不願意送過橋 要讓系統清楚知道 那今天呢其實 我認為算OK 我認為算OK 15趟跑了800多塊錢 那這裡面其實是有一兩單大單 那個數字不錯 應該是被別人鋸掉 因為這兩單是全聯單 東西其實就是 平平罐罐的東西蠻多 但是不是水 就平平罐罐的這樣子 什麼什麼什麼玉筍啊 什麼什麼 什麼明天吃素啊等等 的那些平平罐罐的東西 比較多 比較繁雜啦 那我就還是把它接嘛 因為我要拼單量啦 這樣 好那麼 那現在8點16分齁 那我就等一等齁這樣子 順其自然的等 沒有單 我就往老地方慢慢騎過去 然後就準備下線 沒有單我就下線啦 這樣子 各位朋友 我現在在微風旁邊齁 微風然後就是市民大道這樣 那我剛剛又接到了一趟 送到旁邊這邊 然後送完之後就在這邊等 等了5分鐘 現在8點38分齁 5分鐘還沒單 那我就 準備要騎 騎回老地方了 慢慢騎回去 這樣 好啦 那 基本上來說 大概就 欸 單來了 吃好吃食堂 好啦 去接 各位朋友 我現在在仁愛圓環旁的 台新銀行的這個門口 那我剛剛呢 又接了兩單齁 所以我今天總共是 19趟齁 今天我總共19趟 那麼我已經下線了 我已經下線了 因為現在9點22分 我剛在收工那邊又接到兩單 送到這個 這附近 這附近 好 然後送過來就差不多 9點10幾分 15分16分了 然後 這個 又在那邊稍微 都摸摸西摸摸 但是其實我已經先下線了 沒有要繼續接了 就在那邊弄一下東西 整理一下大箱這樣 就9點22分 好 那我現在就要回士林了 回士林了 那麼明天繼續